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对此境界之误解 而这其中有这么几种阴魔 它们不仅会阻碍修行 甚至还可能会害命 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一篇 宣话上人对于阴魔的开始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那些会阻碍我们修行 甚至害命的阴魔 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这些阻碍修行 甚至害命的阴魔 总共可以分为以下三十八种 一 觉得自己有神通了 修为很高了 了不起了 功夫深了 魔马上就被这念头招来 二 一天到晚就想异性 三 得到某种境界 心里想好境界再来一次 或者好境界不要再来了 应该随其自然 四 看到缤纷的颜色 这不是正圣果的一种表现 五 不管你看到什么 看到多么清净美丽 庄严的净土 佛像都是虚像 千万不要认为 这表示自己的修为高了 一这样想 魔马上就来 六 感觉不到痛苦 火烧也感觉不到 不要以为这是正果 一想魔马上来 七 看到横河沙 这么多的诸佛如来 天宫地狱 这只是喜好的映射 你要是以为这是正果 马上魔就来 八 你坐在屋里 忽然看得到远方 比如看得到街巷 朋友 亲人在做什么 还能听到他们说话 你要是以为这是正果 马上魔就来了 九 修行在经济 看到一个人本来是男人 结果又变成女人 心里想原来他前生是女人 这是自己的妄想造成的剑 不是真正的剑 十 说自己懂法了 会讲经了 这又是中魔了的表现 十一 悲悯众生 看到小虫 小孩也出怜悯心 不自禁地流泪了 这也是被悲魔入了心腹 常常就悲伤想哭 十二 得到很不同的像 感激心过分了 觉得佛和自己一样 生精进 勇猛心 修佛是可以的 但觉得自己是佛了 这是着魔的表现 十三 见人就夸自己是佛 十四 心里忽然觉得很单调 很枯燥 很无聊 很寂寞 很孤单 总感觉自己好像丢了什么东西 枯燥得不得了 找又找不着 这样就会一魔 专替你记忆东西 入你的心腹里去了 一天到晚把你的心给悬起来 久而久之也会落地狱 十五 修行得到一点点的东西就知足了 觉得自己正果了 这样会招来一知足魔 什么事情都容易知足的这种魔 又钻到他心里去了 自己还不知道 觉得自己的知足是得到最高无上的第一异地 十六 觉得自己死了好 死了好 像自信而死 这也是被鬼附身了 十七 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十八 忧愁也有愁魔 这个魔到你身上 一半有魔的力量 一半有你自己的力量 这时候如果你思想正了 就没有事了 但你思想若不正 跟着他转 那么你会变得越来越忧愁 十九 非常高兴 非常快乐 没有智慧 禁止自己这种快乐 也是着魔 二十 觉得自己不错了 满足了 看谁都不如自己 师兄师弟看不起 小城罗汉都看不起了等等 这也是着了魔 二十一 忽然得到大快乐 得到清静 清安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到境界了 念头生起来 马上就有 好轻轻魔入心府 让你不经济 二十二 觉得什么都是空 造罪空 造福空 一切皆空 说一切为心 心是佛 佛是心 认为酒肉穿长过 佛在心头做 甚至不持戒 那么立马便有 空魔入心府 最后引人造罪 落入地狱 二十三 忽然生出爱语 爱一切人 生出无量无边的爱 这是魔镜 因为你错了之鉴 就有一种淫欲的魔 入你这个身上来了 二十四 做坏事的人 都有魔妇 以前有神通的时候 这个魔能避免国家的法律 后来魔走了后 这个凡夫海照这么样做 这一做就犯法了 人知道它是旁门左道 妖言祸重 直接就抓去 就杀头了 二十五 想到什么 一直想着想着 这也是入了魔的表现 二十六 修道贪求善巧方便的方法 在这个时候 六欲天的天魔 就等着看他修道时 生出妄念 一生出妄念就有漏洞 定力就不坚固了 所以天魔就厚得其变 献身说法了 或者献天人身 女身 比丘身 身上会放光 这个求巧求解净的人一看 不知道是个魔 觉得是佛 并慢慢引入魔道 二十七 判断是魔境还是佛境 使戒是佛 否则是魔 有贪欲是魔 有淫欲是魔 二十八 说预言 说哪里有灾难什么的 二十九 修着修着 想到处去玩玩 心里想要游荡 移动这个游荡的念头 魔王就有了机会 可以扰乱他来了 于是看到菩萨了 看到佛了 见到自己 或者很多人 坐在莲花上 身躯放光 在听法 以为是好境界 其实是魔境 三十 想和一切圣人吻合 就因为这一暗念 贪求契合 魔王也就得变了 魔来说法 令这些个听法的人 还没听法之前 心里就开了悟 他这个开悟 不是真正的开悟 只是一种幻境 好像看电影似的 比如看见地狱了 得到宿命通了 知道人间好的和不好的 这一切事 其实他这个宿命通 也并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三十一 贪求辩习 想知道根本 想知道这物的开始等等 于是魔王来说法了 他讲出话来 大家都找了他这个魔 被他迷住了 所以都相信他 三十二 在定里 比如在三番市一打坐 就看见纽约的亲戚在做什么 朋友在做什么 或者说什么话 看得清清楚楚 三十三 有人见到人说是其丈夫 哪一生是棋子 哪一生又是其丈夫 我现在来度你了 他这么一讲 这些人就信这种的虚狂了 于是把以前自己 那个正信的心都失去了 三十四 太贪清净 也就会生出一种魔 这时候天魔又回来 人修道 无论什么都不能贪 好的也不贪 坏的也不贪 你就以平常心修道 要平平常常的 不要生一种贪心 你贪什么都是不对的 三十五 心里边想要知道多一点事情 想要得到宋命 这个时候天魔又回来 比如在说法的地方 就得到一个大宝珠 或者钻石 或者什么如意珠之类 变成畜生 用口叼着珠子 或其他的珍宝 他先给这个人 然后又自己附到这个人身体上 三十六 贪求神通的力量 于是天魔又来了 人也不知道有魔妇到他身上了 魔妇的这个人在水上走路 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 也不怕火 就怕刀 因为什么怕呢 他因为还有形质 他有一个形质的障碍 三十七 生出一种爱好入灭的心理 贪图一个深的空里 这个人就觉得已经得到 无上涅槃的妙果了 于是天魔来了 附在人身上 让这人有种能力 比如忽然间 他这个身体没有了 大家都看不见他了 一会儿又出现 或者手往下一锤 就有沾痰香气放出来 并且还不停地唆使你 不要持戒律 不要信因果 三十八 心理想长寿 贪图永远活着 三十八种阴魔很可怕 很难防 那我们该如何对峙呢 首先我们要识魔相 凡着魔的人 大都欲着魔来的时候 不知道他是魔 以至着魔 若能识得魔相 既不着魔而魔自退 怎样是魔相 大凡可爱 可贪可畏 可憎的人物或境界当前 五不是魔 至五一内魔 有为厉害 能言经说五十种阴魔 至为详细 急需仔细参穷 免得临时上当 其次要学会舍身无畏 人必先有舍却生命之心 然后可以学佛 人必先有看破生死之勇 然后可以降魔 魔化夜叉 罗叉 来博施我 魔化猛虎 毒蛇 来淡食我 都是幻想 何惧之勇 即使尊被腿食 亦是素叶所招 况脱去皮囊 往生极乐 正当感谢于他 为我早日解脱 所以修行之人 雷霆起于侧而不惊 太山崩于前而不动 魔力虽大 岂奈我何 否则贪生未死 恐怖仓皇 不带魔来 方寸已乱 遇不着魔 岂可得乎 接着要学会不娶不舍 魔之为物 取故不可 舍亦非疑 遇着魔来的时候 必须镇定我心 既不可贪恋他 又不可厌恶他 要做几种思想 一 想魔即是佛 佛即是魔 觉即成魔 弥即是佛 魔如佛如 并无二理 又想眷属即魔 魔即眷属 眷属同居 人之常情 魔在我旁 与我何害 又想魔一时众生之一 一切众生 我都要劝他发心念佛 魔即一时众生 我也要劝他发心念佛 伴我修行 转成法律 总之魔来不惧 魔去不留 如此则魔术俱穷 无论外魔内魔 一起褪去 最后我们要学会持咒驱魔 初修行时 小小魔观容易打破 等到道力渐深 藏在八十里面的多声 根本习气 被功夫逼迫出来后 或欲念横飞 或忘心乱起 力量甚大 非比寻常 修行人为此魔后一关 最难逃过 权杖自立成孔 把握不住 必须仗着佛力帮忙 唯有设助心神 持宋神咒 咒为佛之金刚心意 无论何种恶魔 遇到即催成粉末 诸咒降魔之力 以冷言为罪胜 当日阿南正须驼 还出果地位 尚且仗此脱离吟席 四则大悲心咒 为观世音菩萨所说 观世音具十四种五位功德 故降魔之力一红 但持咒功夫 必须平日持得烂熟 否则磨到临头 孔字句都记忆不起 何能通理 何能相应 所以平日功课中 冷言大悲两昼 是每日必须要念 不可间断的 用一心念佛 即无魔事 纵有魔来 躺能不经不布 制成念佛 决定立刻消灭 何以故 以正念昭障 魔无容身之处故 是以念佛之人 不需另找降魔之法 而魔事自无有而其意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